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Gaslin 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題是叫 Gioscript 征服世界是可能的嗎 那我在這邊先跟大家講一個秘密 就是美松某製呢其實就是某CLA 那我們昨天有另外一個同時 它是上面的那個公司名稱是寫某CLA 那個某CLA有跟Fastcom合作 可是沒有要被Fastcom買走 只是前一...上上...上上禮拜才有跟同... 別的公司的朋友聊然後還有這樣的印象 OK 好 那我們來開始今天的主題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關於 關於Gioscript是否能征服世界的一些研究 那最早是看到就是 Midium上面有一篇相關的 那個Gioscript World Domination的文章 那我覺得這個裡面講的有一些東西蠻有趣的 是不是可以進一步的把它整理出來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知道 那在我整理的過程之中呢 我發現了就是隱藏在歷史裡面 有一些特別的點 那我覺得值得可以和大家來分享 那在講這幾個...這幾個秘密之前呢 我先講一個...另外一個秘密 就是...今天同...就是同樣這個時間 下午一點半的時候 我們GDG台北就是... 我有host的一個... organize的一個社群 那Google Developer Group的社群 那在...今天在101那邊 現在同時間也有一個... Croncast的那個lab 那...在那邊的co-lab呢 就是...它就是教大家怎麼寫Croncast的app 那...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那個... Croncast嘛 所以在現場Google就贊助了每個人 一人一臺免費的Croncast 1390 那...大家來我們這個廠呢 雖然沒有Croncast 但是大家也可以... 在場的每個人也可以去那個... 去下載那個... 去下載那個... FiveFuzz的Developer Edition 好... 那個...是... 就是... 可以協助大家來... 那個...開發... Web的應用程式 好... 那...第一個... 要和大家分享的... 那...秘密呢... 就是... DramaScript在1996年開始... 它...就開始了被豪門包養的... 一個...生涯 那...我們知道... 呃... 所謂的Web browser... 商業化... 它是從1994年... Nescap開始... 那它在短短的18個月內... 它就... 它就... 那個... 美國NASDAQ 就上市了... 它從股價... 第一天25塊... 變成70多塊... 然後... 在不久之後... 微軟它就看到了... 欸... browser... 或是... browser... 後面代表的... 這個Web... 成為一個... platform的可能性... 所以... 他們很快的... 就... 反應過來... 然後... 另外一家... 做browser的公司... 那... 推出了他們的... Internet Explorer... 那... Internet Explorer... 它在... 1995... 1996年的時候... 推出... 然後... 它... 在... Nescape 2.0的時候... 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左邊的線圖... 那... 在... 剛開始... 第一個版本的... browser裡面... 其實是沒有JavaScript... 那... 直到... Nescape 2.0... 退出的時候... 它才搭載了... 這個JavaScript的東西... 然後... 那... 在... IE3.0... 它... 也正式開始搭載... JavaScript... JavaScript... 就是... IE版的... 呃... 那個... JavaScript的... 超級盒... 對... 那... 從這開始... 從這時候開始... 就... 微軟... 然後... 2003年... Apple... 他也加入了... 發展自己的... 那個... Safari... 然後... 在2005年的時候... 他們開源了... 那個... 他們的WebKit... 那... 在2008年... Google也加入... 開始... 呃... 開始... 推他們的... 那個... 控瀏覽器... 那... 呃... 我們看到... 這些瀏覽器呢... 它分別是... 幾家大公司... Google... Apple... 微覽贊助... 然後還有一家小小的公司... 這樣子... 那... 呃... 這些玩家...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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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呃... 他們各自有各自的一些... 呃... 背後... 背後使用的Engine... 呃... 那...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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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Trident... 後來...呃... 呃... 後來...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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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那這是第一個秘密 就是在這些豪門的資助下 JavaScript就搞定了瀏覽器了 那第二個秘密是 現在JavaScript已經比2008年的時候快了100多倍 那2008年到現在才5、6、7年 那我們看這個線圖 這個線圖是2011年的時候 在Google I.O.的CAM file會議上 他們提出了一個線圖 那從2008年到2010年 在這幾年之間 它的JavaScript本身的效能 就已經快了120倍左右 那在傳統來說這個是 就是在2008、09年之前 大家可能會覺得JavaScript就是很慢的東西 那用它就是不得已 那到最近4、5年來說 用JavaScript它已經不是 它已經跟慢不會畫上等號了 那變快的JavaScript能做什麼呢 我們昨天就看到在現場就可以安心地去玩想玩的東西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它下面有一個叫WebGL的Benchmark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可以拿自己的瀏覽器跑好看 那現在大家可以用各個瀏覽器跑 效果是不太一樣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要跑這些 一些傳統大廠的這些 它可能是用Unity的Engine 或是用UVsoft的Unreal Engine 那這些Engine 它原本可能都是C或C++寫的 然後這樣子它才能很容易地去移植到各個平台 或是它可以得到比較好的效能 那在2013年的時候 Mothia發表了一個技術叫做asm.js 那asm.js 它其實是一個JavaScript的紙集合 那這個紙集合是非常 小心地選擇的 那當你用這個紙集合的寫法去寫JavaScript的話 它就可以用它最佳化的這個asm.js的這個set去跑 那它可以得到非常接近原生的效能 那2014年的時候 在第一個版本2013年出來 它是大概慢 Native的App大概兩倍 那2014年的時候 它已經 它已經剩下1.5倍了 那 這是asm.js的作用 那它的 它的跑法呢 是這樣子 就是 你原本用Unreal Engine這些 用C加拉寫的code 你可以透過llvm 還有我們提供一個inscripten的工具 那它可以把它轉編譯成JavaScript版的asm.js asm.js它看起來的扣跟 它比較接近那個assemble的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不是人來寫的 那 通過這樣子跑出來 它會有一些type notation之類的幫助 然後讓這個整個速度會很很棒 那 但是 這個 還是慢Native的1.5倍 那怎麼辦 那我們就 只要找那個mode出來面對 不是這個 那個mode定律它說 反正就每個1.5 一年半CPU就會快一倍 所以 這個是 1.5倍是在CPU的那個 誤差值範圍裡面 大家已經可以 期待說 我現在稍微慢一點的 我一年半之後 也許 這個 就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大家要注意一點就是說 這個asm.js 它 畢竟它是 用compile過的 它 就是我們現在 如果你用純js寫的話 它的 效能還是 沒有那麼的高 那這是 因為 type 跟 就是dynamic type的差別 然後 再來是 asm.js 它 其實它 目前是對這個 x86的做優化 所以 現在的 我們手機的這種 arm 的這個 其實是還沒有做 這個 還沒有做優化的 那 這個也是 就是接下來的幾年 我們也許會看到相關的改進 那 這邊呢 是 從那個 Wikipedia上查到的 所有 可以編譯成 JavaScript的程式語言 那 有的 其中有一些程式語言是 就是透過剛才講到的 inscripten 來 轉譯的 那 前陣子甚至看到像是 Java 或是 Python Python 之前 Python是用c去implement cpython 它把它 cpython 用inscripten 轉到 那個 轉到 那個 JS的 那個 它把JS當作 Virtual Machine 來跑 然後甚至效能 欸 效能還蠻不錯的 那在這邊 它也把程式語言 這關卡也搞定了 好 那第三個秘密呢 第三個秘密呢 第三個秘密是說 JavaScript其實是到很晚 到20 就是 之前的十幾年 大家 有些人 有些人 在做的可能還 不會這麼想 但是 業界有些人 就會覺得說 JavaScript 不是就 那些網頁人 在用的嗎 那 直到2010年 也就是 四五年前 這個 JavaScript 才被廣泛承認說 它其實是 可以獨立運作的 一個程式語言 那我們看 從前從前 這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 那 在 從2008年 他們發表了 公民的 這個 這個 公民的 這個 公民的 這個 這個 拍出來 然後 做了一個 NodeJS的 這個 Runtime 那 在當時 就 還蠻吸引的 因為 它是 Event Codeback的 Base 然後它 Nublocking I.O 就是跟 其他主流的一些 東西不太一樣 那這個 特性呢 因為 它是JavaScript 所以它其實是 相當的適合 Web來跑 那 但 在初期的時候 其實沒有那麼的 就是 大家 看到 喔 這很有趣 但是 並沒有那麼的明確 知道 它這個 新的東西到底能 用來做什麼呢 那直到 2010年 這個 NPM出來了 它提供了一個 的工具 那 有了 NPM以後 大家就可以 處理 各種 Library的Dependency 然後 可以在別人的Library上面 在 建立自己的 這個 建立自己的 工具 那在 NPM出來之後 整個 NodeJS相關的社群 才開始 慢慢的起來 然後呢 在這個時候呢 那個 JavaSchool 終於可以跟 網頁百寶箱 這件東西 完全的分開了 像 當初不知道 呃 這邊有 學過 NodeJS的人 可不可以舉下手 喔 OK 對 不知道大家剛 開始接觸 像 NodeJS或是 什麼 Titania 這些 就是沒有 DOM的 沒有那個 HTML的東西的 這個 平台 大家會有什麼 想法 像我當初 剛開始看到 那個 Titania 完全灑住了 為什麼 就完全不能用 完全不能用 那個 Ad Event Listener 或是 Get Element 這些東西 那 這就是 DramaSchool 它 一個 就是成熟的標誌 它跟 這個傳統的 Web開發 它已經是可以 分離了 那它 就是 它跟這個 Windows Windows 之類的 關係 已經 沒有這麼的緊密 那 有了這個 Browser 有命令行 之後呢 開始 NodeJS相關的社群 就開始 去想了 就是 我 我 像是這個 Airbnb 他們用了非常非常兇的 JS 那他們 叫他們自己是 Full Stake 那 他們 是怎麼樣呢 就是 當 我們可以在 Command Line上 跑JS的時候 就會有人開始想說 欸 那我可不可以在 那個 我可不可以把 後端的這個 網頁 這個 用Java School 來寫 那 前端後端都用JavaScript來寫 我說 欸 老闆就想說 欸 我可以生一個人 那 那 開發者 工人師就說 我就只有一個人 我要寫前端後端 那我 用同一個語言 實在 就是更方便 那所以 很快的 那個 Express JS 就 就被發明了 然後 有了Express 以後呢 又有人想說 我前端了這麼多 Boostrap JQ 這些Library 他們更新的這麼快 那我是不是可以 有一個像 NPM的工具 來幫我管這些 不同的 這些版本 那 於是像 Bowl 這一類的工具就出現了 那 我們做Web的還有一些需求 就是 如果 我要上線一個Web 我可能要 需要先做一些 嗯 做一些 做一些 打包的動作 做一些 build 的動作 那於是 像 Ground 或是最近的 Gulp之類的工具 也被發展出來 那這些 這些 後來出現的工具 你都可以用 NPM install 來去 把這些 管理起來 你可以用NPM把整個NPM還有Galp設計工具來把整個開發流程串起來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Web開發的循環 那從2013年在Walmart公佈了說他們在黑色星期五的電商節日 他們使用Node.js 然後他完全撐出了他們的需求 那這個時候就表示整個東西是Walker的可以拿來商用 那Airbnb他們甚至提出說我前段後段我不要分了 我全部都用同一套來寫 那這是比較新的叫Isomorphic 那搞定了這些東西以後 Web或JS到底還能做些什麼事情 那這是更新的 一兩年前發生的是 九層軟體其實現在已經全部都可以用Web來寫了 那第一個是我們看到是Cordova或是PhoneGap 它在 PhoneGap或Cordova它都是Based在這個所謂WebView的這個技術上面 那像是iPhone或是Android他們 他們除了自己本身的瀏覽器之外 它都還會內牽一個WebView的這個介面 那Cordova就是利用這樣的介面 然後讓我們把這個HTML跟JS之類的全部都牽在這個裡面 讓這個整個流程是可以Walk的 那另外一個是說我在桌面上跑這個程式 我可不可以也用JavaScript來寫了 那大家現在可能有看到那個GitHub 他們推出了Atom 或是最近微軟他們推出了Visual Studio Code 那這些新的桌面的應用程式呢 它其實是用像Electron或是No WebKit這些新的工具來開發的 那它其實這些工具它本身就是一個像Chrome這樣子的一個框架 然後裡面是填這個填Note的Code 或是填JavaScript的Code進去 那我今天簡報用的另外一個簡報軟體 就是在準備這個演講之前 用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去寫一套 那就是你用No WebKit寫 那你只要打開你的瀏覽器 你就可以用手機去控制這個 用手機開瀏覽器去控制你的話數 那好 因為今天的那個 今天的網路比較差 所以 就是這樣子 好 對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Reel Native 它是把HTML之類的全部都拿掉 那直接用JavaScript來控制Native的UI Widget 那是隔壁場的人 對 好 那最新的這個Web2015或2016年會發生的事情呢 就是WebApp化 那這個是Chrome跟FileFuzz都有在這個推的 力推的一個方向 那主要的方式就是說 如果你使用HTPS來host你的網站 然後 你只要在你的網站上面 多加一個Json檔 來定義你的網站的一個清單 你就可以把 使用者在使用你的網站的時候 他就可以把這個網站當作是一個APP 就可以把PIN到桌面上變成一個APP 這樣子來使用 那搭配了一個很新的這個技術叫做Service Worker 它可以 我們Developer可以自己決定說 哪些頁面要去做Catch 那Catch下一個頁面就是 下一次使用者打開你這個網站的時候 它就是離線就可以使用的 那所有的Data呢 就是等到那個連線的時候 你再把它跟你的Service去Sync起來 另外一個很新也正在勾引的是 叫Web Component 那Developer現在可以開始 就是自己定義自己的標籤 自己的標籤自己定義 那這個好處是說的 你可以從這個網頁開始去做模組化 這是比較新的東西 那這些跨平台的這個需求呢 透過Coldova透過Electron這些工具 我們都可以滿足這些APP的開發需求 那接下來的這個JS還可以再延伸到哪些的場景呢 那我們看到可以 我們可以用JavaScript來做OS嗎 可以用來做Embedded系統 或是單晶片的系統嗎 那從2001-2012年開始 Mosya就開始做這個FlyFastOS的系統 那我們整個系統下面就是Gekko的Engine 然後上面 上面你看到跑了說 看起來像App的東西全部都是Web 然後這個系統本身的那個SyncApp呢 它也是全部都是Web去寫的 那這是蠻相當有趣的東西 那我們 只要你是跑Android-based的這個 底層的Hardware的話 通常都可以PO到FlyFast 所以 有很多Embedded的工具是 就是應用是可以去思考的 那我還在準備這個演講的時候 還有找到一套叫做Duketap 那它的作用呢 是像是Lua一樣 就是它可以簽在這個C 或者是C++的程式裡面 當作一個scripting language 就是如果你是開發一個遊戲 你裡面簽這個Duketap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那個JS來寫遊戲的腳本 那在單晶片的這個系統上呢 甚至現在有一個叫Esprino 或是還有另外一套叫Tazzle 那這些工具 有的是它直接在這個單晶片上跑JS 那有的是它你在寫的時候是JS 但是它騷進去的時候 它會幫你compile成別的程式 那這是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然後這個呢 就是最近有在思考一下就是 如果IoT就是現在有很多很多聯網裝置的時候 那Web到底能在這個上面 能扮演什麼角色 那我想到一個想法就是說 如果我把這些我家裡的十幾二十台裝置 我把每一台當作一個DoneTree裡面的一個Node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JQuery來Curry它的這個 就是說我Curry我門口感測器 然後當它有Motion的Event出現的時候 它就trigger我家裡的某個Node去做某些事情 那甚至說像昨天講到那個WebDreno的話 我可以把我的這些硬體包成Web Component 那我在做Curry的時候我就知道 這個Node到底它是什麼樣的角色 它裡面有什麼功能 那這些原件它就可以自己去做它擅長的事情 那這只是一個idea 如果大家想把它做出來的話 那歡迎再來深入討論 好 那差不多時間了 我們來講結語 那目前到了2015年 那我們使用者呢 擁有手上都有好多的平台 那我們會再多還有手機電腦 還有甚至TV之類的東西 直接這樣跑來跑去 那當使用者是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廠商或是我們開發者創業者 我們的需求就是要滿足所有的使用者 那面對這麼多的平台 我如果能用一個 用同樣的工具來去搭配 搭配我的一些個人的一些技術 那我可以去滿足更多樣的使用者的需求 那目前我想到的是 JOS其實是一個相當適合在這個環境下繼續生存的一個程式語言 那我今天的演講就到這邊 那這個是在從零到一的那本書裡面講到的 就是說我們今天講的四五個秘密 那當大家知道更多的秘密的時候 才有自己選擇的那個 你知道的秘密才能自己做選擇 你要不要去做一些事情 那這是今天的一些參考資料 那我今天的演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